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日的孫子事發 今天繼續有Elise和Ricky 在這裏和大家討論大市 首先討論港股 看到港股假期後服侍回來 今天也挺厲害的 本身裂口高開 一度升超過600點 大期後看到中午的時候 升幅都收窄得很快 最終收報24580點 升二百八十九點 全日的成交金額也挺多 達到一萬七千多億 一千七百多億 外圍方面我們看到 昨晚聯儲局那邊有最新的意識聲明出來 也看到如果轉了鷹派 如果繼續經濟復甦的話 也有機會提早收稅 其實看到今年餘下的時間 只剩下11月初和12月中兩次意識會議 其實有機會短期 大家市場都是看 接下來都是這兩次會議 有機會都會說落實收水的時間 以及看到利率點陣頭也看到 也有一個半數的官員 都會說明年都應該會加息 跟之前我們六月的時候 都說過會加息 但是就是2023年的 但是現在都提早了一整年 甚至都會說到 去到2024年的年底 都會加息六至七次 會不會這些相關的加息 聯儲局的聲明 會不會都對港股這一方面 都造成一些困擾 即是雪上加霜 這樣一看 因為其實本身 聯儲局昨天出來的聲明也好 點陣頭也好 以至更改的預測也好 其實基本上都是偏向應的 或者偏向不是太好的 至於港股也好 其實對金融市場來說也是 剛才你們提到 有可能會是11月開始有行動 而市場估計是這樣 因為它改變了港股 第一次提到它會放緩 如果之前 我們都說要評估進展 然後看如何 今次它不是這樣說 《意識聲明》裏面 就說如果按照它們的預期發展 它就有可能放緩購買債券規模的計劃 這是第一次是這樣提的 之前是評估進展 只是比較虛的 這是其實聲明裏面的情況 去到鮑威爾 他的說法更加明確 就說現在其實在就業市場 幾乎市場的情況 幾乎達到它們的要求 有顯著性的進展 這個要求有機會達到 其實它說這樣就可以 很快就可以購買宣布行動 說到11月可能已經可以做到 而且它又說了 估計明年中就可以結束購買債券計劃 當每個月減兩百億來計 只有12億而已 每個月減兩百億 即六次左右就收工 明年中也會收工 如果這樣就可能11月就開始差不多 其實說得很明確 其實這次比較聲明也好 爆氣也好 至於預測圖 剛才你也看到了 之前還是說二、三年才加成 現在有18個成員 9個就說二、二年才加成 整年我提好了 是啊 其實這個也很明確 加上它的預測都調整得 都幾是淡淡地的 因為一方面 它調低了經濟增長預測 本來之前是估計7%的增長 現在在法舉下去 法律只有5.9% 增長預測就調低了 但與此同時 通脹預測就上調了 之前經常說 是臨時性的 通脹不用怕 現在 即使它仍然這樣說 但是它的率就調高了 今年的預測通脹 講的是PCE的 核心 個人消費支出的 它最重視的通脹指標 調高了3.7% 之前是3% 一下子衝上3.7% 3.7%其實之前一直都說 在過去這段時間 就說要平均通脹 這個概念 其實之前已經沒有平均通脹 這個概念的時候 通脹的目標是2% 2%跟3.7%其實是相差很遠的 一下子衝上去 換言之 經濟增長向下調 但是通脹向上調 之前我們節目經常看 這個不是太廣東話 不是太老禮的預測 其實剛才說了幾件事 無論是聲明 鮑威爾說的話 加息的預期 以至聯儲局對經濟通脹的預測 其實四方面 都是說不上是好的 不過未估就升了 是的 後來升風有點收窄 未估繼續升 港股就得以上升 所以單從聯儲局的角度 就是這個意識聲明 或者一連串的東西 其實不是太好 加上除了聯儲局之外 你看到不止美國 其他國家都是陸陸續續在想 其實我之前的節目提及過 新興智能國家 其實一早已經有些移動了 例如我們數過了 巴西、南韓那些 已經一早移動了 是的 今晚 第一個 如果G10經濟體裡面 第一個 就是羅威爾動 然後匈牙利就動了 好像接下來很快會動 其實俄羅斯坦已經說 之前動了 其實最近的動是九月上旬 不久就已經動了 羅威爾、匈牙利都會跟著去動 巴西又動了 動了 而且它也預告下個月再加息一里 已經說明不止一次 連續兩次都要這樣加 巴西一動一里 是 下個月再加多一里 很厲害 其實全球的央行都陸陸續續 都遷就著那個物價 真的那個物價很厲害 最近我還未出去消費 你覺得 其實挺重要的 你物價加得吃飯 出去吃飯尤其 陰一點陰一點 加上去 其實如果香港可能知道 如果你只是看這些 紋身的東西 除了去吃飯 你感覺得比較強烈之外 都未必那麼厲害 反而你其他地方 歐洲那些還要死 天然氣那些 加到飛天 很厲害 歐洲的電價 天然氣 都是加得很厲害 香港就好了 電費又不會特別加 因為有個利潤 有個機制 利潤本制計劃 還是利潤保證計劃 你經常改名 總之就是機制 電費不薄 總之來說物價是很厲害 上升 所以總觀那麼多東西 其實都是 整個文官形勢不穩定 只不過說到今天升 其實可能都是跟之前 有個大陸的電視 都可以關閉 還是要去開箱 有個大陸的電視 封面 現在有個大陸的電視 叫我 有個大陸的電視 本來 非常用的電視 我們可以關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